央视报道的说这个瓦格纳叛变暴动反叛事件之后呢 普京会见了普利哥人会见持续三个小时 整个的新闻报道也就是这点内容 佩斯科夫说普京邀请了35人参与会见 其中包括俄罗斯俄军指挥官会见持续了三个小时 普利哥人对普京表示将继续支持他 并为他作战 那么现在呢 说这个普利哥人呢 还可能会前线 还有消息说那个烧一股呢 说要到什么远东地区当副总理 什么什么玩意 这个事情还是乱糟糟一团乱 我们很难局外人能说得清楚 他们这里到底搞东搞西在搞什么名堂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确认 就是这个普利哥人呢 一会儿说他是个叛军 是犯罪了 是犯法了 一会儿吧 又说他那个被免于刑事起诉 一会儿吧 他们的这个检察长吧 总检察长吧 说他的这个案件还在侦查中 一会儿吧 他又给量量这里啊 又碰头 说还要上前线去打仗 我觉得就可以确认 这个是个人质的国家 就是一个人说了算 没有法律这个国家 是吧 有法律不就是按照法律 搞吗 是吧 他违法了就法办嘛 他没违法 你就不能说人家违法啊 你就不能查人家啊 所以这个大毛子国 可能是现存世界上 可以看得见的 最野蛮的一个地方 非常野蛮 不是一个文明的地方 没有法治啊 还是人治啊 还是这个所谓的凉凉 一个人拍脑袋瓜子啊 一会儿说他犯罪 一会儿又说他不犯罪 现在也搞不清楚 他跟少姨谷是一伙的 还是跟这个 这个普利哥认识一伙的 如果他是个独裁者 他跟谁都不是一伙的 他对谁都不会信任 说那个还有一个前线指挥大将 叫格拉西莫夫叫什么 所以也被开除了 被下架了 乱七八糟 独裁者就是这样 永远没有所谓朋友和盟友的 都是他的敌人 他以一切的东西为敌 不过有人评论说 这个也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光头会对凉凉取而代之 所以这个光头要对凉凉取而代之 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倒霉一万分 所以光头要是取而代之 取代了凉凉 大家倒霉一亿分 就是凉凉的一万倍更倒霉 你说这个地方这也神奇 没进入癌症 凉凉就够倒霉的了 这个还不是个劲头 这后面还有个等着替代凉凉 我想让你更倒霉的人 sót